這是我們的好友品牌 潘朵拉的美妝盒他們的羊毛刷 這是一個算是蠻古老的一個積布保養儀式 是從古印度人開始他們起床的時候 就會拿刷子乾刷全身 在起床之後洗臉之前呢 可以先用那個羊毛刷在眼睛周圍 做順時針這樣子梳理 它會有一個型膚的效果 如果是全臉的話就是從內往外刷 就是也是順時針這樣子輕輕刷 那這個乾刷的儀式呢 在spot裡面也算蠻常見的 因為臉的皮膚比較細嫩一點 你常常去用搓柔的那種去角質的 可能會很容易受傷 每天這樣子乾刷輕輕刷一刷 甚至可以刷你的淋巴 幫助你代謝老廢的角質之外呢 有一些皮膚表層也會有一點凹凸不平的 那種橘皮現象呢 也可以幫助你恢復肌膚的光澤跟彈性 洗膚完之後呢 再用我們的泡泡慕斯洗臉就可以囉 我們有一個聯名的迷月禮盒 就是羊毛刷家五香泡泡慕斯 這兩個搭配呢 也很適合送給新生寶寶 寶寶可以洗澡之外呢 這個刷毛非常的柔軟 那作為寶寶的安撫刷呢 你可以先從寶寶的頭開始刷 先從頭皮慢慢刷 刷到臉 然後在最後呢 刷身體跟四肢跟腳這樣子下來 在刷寶寶的時候呢 記得邊刷要跟他講話喔 要跟他聊天 他會覺得很有安全感 然後很療癒很溫暖喔 那這種天然的羊毛呢 要怎麼清理它呢 就用我們的奈米離子清潔水噴物 你使用完的時候就噴一噴 喝了之後呢 我們拿紙巾 把上面呢 輕輕的剝一剝喔 然後呢 把它放在通風處 風乾就可以囉